大哥 天威那集团的股票已经暴跌了 全部买入 好 杨总 你看到天威集团股价暴跌了吗 你还有心情开股东大会 我是不会让你这样的人来接任天威集团的 对 绝对不可能 安静 只要我当上天威集团的董事长 我向各位保证 天威集团还会像以前一样重犯巅峰 别开玩笑了 你跟顾羽做成那种事 还有两个呆着顾家吗 实话告诉你们吧 她根本就不是顾羽 所以不存在什么丑闻 你做什么就是什么呀 她确实不是顾羽 真正的顾羽是她 各位 现在才露面 实在是不好意思 当年我哥的事情 我已经查清楚 现在这样的时机 让大家知道我的身份是最好不过的 什么 你就是个骗子 你说你是顾羽 有证据吗 我不需要证据 我会用我的实力找 笑话 你有什么实力啊 各位 这是我从各大股民手中 收购天威集团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我以为你有什么能耐呢 去取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就是把天威集团拿走 当然是不够吧 但是你就忘了 三大家族 林家手中 还有百分之十的天威集团股份 你以为你是谁呀 林家凭什么帮你 就凭的救了我林士龄 这天威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 我林家 纵明天龙行 就凭的救了我林士龄 这天威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 这天威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 我林家 纵明天龙行 还有一件事情 会让你更清楚 这是我哥的遗嘱 各位股东 请大家欢愈 什么 天威集团是留给顾宇的 各位 你们知道 他为什么留着这份遗嘱 因为他想当顾宇 如果我没猜错 他父母当年意外死亡 他把这一切的责任 都归在顾家的头 他想当顾宇 完完全全的 占点顾家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 哼 事到如此 我也没什么好蛮的 没错 如果不是顾家人 我也成为不了顾 顾家人都该死了 杨素 你聪明反对聪明误 于明当时接近你的时候 就想利用你 怎么样 被人利用的感觉不好说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一直在利用我 你以为我杀掉顾鸣 什么 顾鸣是你杀的 不可能 没有人能从我手里夺送天尾 杨素 你现在大势已去 莫妮卡 这些是什么东西 这里面有你这些年 私自转移顾家的财产 到杨家的证据 梁作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你们杨家的财产 被我全部收购 你们杨家 现在可以说是 不可能 我们杨家怎么可能 当然有可能 我们大哥可是天皇尊者 你一个小小的杨家 父我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天皇尊者 那可是父可敌国的存在呀 你说这么多 没错 我原本可能轻而易举的得到国家 但是 我就要看你一败涂地的样子 这才是对你最好的报复 还想让我放过杨家 你该贵的 不是我 那是谁 是我哥 顾鸣 顾鸣 我错了 你能放过杨家吗 只要你接受法律的制裁 你们杨家其他人 我不会跑 只要他们不再为非作胆 我就会放过 啊 大哥 我帮你醒醒了院群 守护好了我顾鸣 你在天安西 你 你 感兴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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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